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 大佬的孙子被众人绑架还被位下不明要务 巴合会长要退位 各界大佬蠢蠢欲动 都想过来奋一杯羹 为了夺得会长之位 他们想方设法要除掉许家大少爷 少爷长得气皮嫩肉 惦记他的人也不少 作为巴合会七大理事之一的陈清月 更是惦记他许景 还将他直接绑过来 被蒙上双眼的少爷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人要绑架他 会在地上的他求这些人不要杀他 他爷爷非常有钱 只要放了他要多少赎金都可以 这话也引来了众人的嘲笑 他不知道的是绑架他的大佬最不缺钱 惦记他的也只是会长之位 也就在这时陈清月走过来 再了解到他就是许家唯一的小辈士 他觉得无比可笑 原以为是个多么神秘的人物 如今却发现只不过是一个毛多位长齐的臭小子 竟还妄想成为巴合会会长 少爷从他们的对话中了解到 这次绑架居然和巴合会有关 他立马叫嚣他爷爷的力量 如果他们敢动他一根手指 他爷爷绝不会饶了他们 陈清月觉得更可笑 如今人就跪在他面前还敢嚣张 他将手中的红酒倒在了少年的头上 又解开了他的眼罩 他要让少年好好看清楚是谁绑架了他 少年记得这张熟悉的面孔 他不就是爷爷身边养着的一条狗吗 被绑着还这么嚣张 他彻底惹怒了陈清月 他不顾少爷的疼痛托起 他就往一边扔去 许家小少爷 不如陪叔叔玩个游戏吧 巴合会不是你爷爷一个人说了算了 老头想把会长之威让给你 那也得看你够不够不 我没做错什么 你干嘛欺负我 我要爷爷打烂你的头 陈清月逼近 如果不想死就乖乖躺好 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少爷害怕极了 叔叔我身体不好 不惊吓 你别对我太凶 陈清月再次警告 少爷 如果你再哭 我就让旁边几个叔叔陪你玩 让你今晚哭个够 又过着我了 少爷不敢吭声 陈清月轻烈一笑 真是不惊动 手下提醒陈清月 这是如果让老头知道 恐怕不太好 随后过瘾拿出一颗不明药片 塞进了少爷的嘴里 其他人都被陈清月支开 霍英提醒他 不要因为这小子长得漂亮 就动外心死 你看他那腰比女人都要冷 你说够不够人 那要不你现在就把他办 我只对会长的位置赶进去 不一会少爷就感觉 浑身发热身躯扭动 任由陈清月摆动 随后又被拍下笼罩 他抱住了陈清月叔叔 我好热呀 其实这一切都是他的寂寞 表面人处无害 实际狠人一个 以打骂虐待他人为乐 他和爷爷打了一个鼓 他要让陈清月心甘情愿拥护 他为跪着 爷爷觉得这是天方夜谈 可他认为越是难办的 时他就越觉得刺激 大老孙子跪在地上 像狗一样爬着 这可把叔叔迷得神魂颠倒 叔叔我好热呀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手也不老实地 像叔叔的衣服里看去 陈清月却一掌将他打晕 第二天醒来 就看到了最疼爱他的二叔 二叔许晗川可心疼坏了 半夜跑哪去了晕倒在门口 许然撒娇二叔要抱抱 许晗川叮嘱他 没事不要往外跑 许然只好乖乖听话 晚上许晗川带他参加酒会 酒会上的大佬对他议论纷纷 你看这脸这妖 青银堂的姑娘都没他漂亮 上流的圈子缠他身子的人数不胜数 李博文更是直接对他伸去了闲珠手 不独子的许晗川 更是恼怒到直接对了过去 似是好几的人还是早点找个办 免得将来不家管人 死了都没人送中 有劳许总费心子 同是万年单身狗 相间和太极 原来此人是许然的叔叔 也是他爸爸曾经的好友 现在爷爷要带你去见八合会理事吗 会堂所有大佬都在唯独不见陈青月 许然假装一脸遗憾 国外留学的他听爷爷提起过陈叔叔 年纪轻轻进入八合会 忠心耿耿那是爷爷的左膀右臂 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陈叔叔却不再还挺遗憾 话音当落堂内立马一阵哗然 都开始对陈青月吹跑了起来 许然内心嘲讽 一群哈巴狗 好日子过久了就不记得真正的主人是谁了 其实他对堂内的大佬们了如指掌 一切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大家都以为许家少爷只是个温室里的花嘴 只有陈青月不正认为 老奸巨华的许正琴 不可能让一个废物做接班人 而且他也很稀罕少爷这种长相 那么这个游戏就好玩多了 许然见陈青月过来 下意识叫了生青年 陈青月努力控制表情 别这么见外交叔叔就好 陈青月的气场压得许然喘不过气 爷爷也怪他不懂事 长辈还在站着 作为小辈要主动给叔叔进去 许然立马起身照做 陈青月阻止他还故意调侃 小然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是不是刚回来不久水土不服 距离宴会结束还有些时间 小然要不要陪叔叔上去休息一下 许然知道陈青月的意思 当他想拒绝时 陈青月给他使了一个威胁的眼神 许然只好答应 到了房间陈青月卸下好叔叔的伪装 我分明警告过你 下次碰见要假装不认识 你是忘了吗 许然乖巧不一样 你要干嘛 怪就怪在小然眼睛太差 一看我的脸就发抖 又附在少爷的耳边 你这样会引起老爷子怀疑的 警告之后一把将许然甩在地上 跪在地上的许然梗面 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 干嘛还要发脾气 坐在沙发上的陈青月俯视着许然 暗示他去拿打火机 要跪着爬过来 转过身的许然立马变了脸 总有一天老子也会让陈青月像狗一样在地上爬 拿到打火机又一副可怜出 爷爷还在楼下你不要太过分 陈青月拿出他的裸罩在许然的面前晃了 多漂亮的一副身体 就是有点可惜 这病痒痒的小东西少了点男子气感 许然看着自己的裸罩立马感觉无比羞耻 脸也瞬间红了起来 他立马伸手巨强 可惜扑了的空 陈青月命令他点 他跪在陈青月的面前一副乖巧模样 陈叔叔你可不可以弯下腰 许然跪着为他点着了烟 陈青月温柔地抚摸着许然的脸颊 你的眼睛真漂亮 许然一副乖巧模样 我有个秘密告诉我 就在两人靠近时 许然一把抢下照片撕个粉丝 正当他高兴时 没关系我还收藏了许多 许然自知都不过只能假装服软 趴在陈青月的腿上 青年 你不要欺负人家了好不好 求求你放过我 那就看你听不听话 许然表示他很乖 会很听话什么都听叔叔的好不好 真的会什么都听吗 那就吻我 大老孙子被叔叔主动所吻 少爷一口将他手指咬过 你都三十好几个人了还要和我不走 不嫌害臊 叔叔就问你一句话 轻不轻 不轻 居然敢嫌弃我老 轻得我还偏要勉强 明天中午之前 许家少爷的美照 就要传遍京城的大街想象 我能让你夜成云你信不信 少爷啥都不怕 最怕成名 许然立马求叔叔 委屈得眼泪直流 不要 那样我会丢死人的 还不如直接杀了我 叔叔联系颁复去他眼角的类似 你应该庆幸遇到的是我 巴合会 其他叔叔可没有我这么好说话 许然可怜巴巴抱着叔叔的大脸 一脸茫然那是什么意思 叔叔一本正经 会长的位置是块肥肉 京城不少富商都眼馋 你一个屁都不算的野崽子 刚回国就内定会长之位 你说那些兢兢业业 几十年的老董事们能服气吗 许然撅起小嘴 那又不是我想要的 都是爷爷一姑息 叔叔教育起了小少爷 谁管你乐不乐意 不想死就乖乖收起小尾巴 只要你安分手挤做我的傀儡 我可以保证你这条小命 少爷不傻 说半天你不也基于会长的位置 我凭什么相信你 叔叔严肃起来 你没得选 少爷得叔叔主动送上额头尾 一副乖巧模样 我还年轻 叔叔会保护我的对不对 叔叔有种被小子气耍的感觉 老实说 你是不是在我面前演气 许正清养了一个废物当即成人 我怎么也想不通 没等许然反应过来 叔叔立马送上他的香味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今后请多多指教 许少爷 叔叔会常和你见面 许然反应过来 叔叔你背 叔叔就喜欢你这气急扮坏 又不得不摇尾起零的模样 像个兽气包多可爱 狗东西陪你玩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走着瞧老子迟早晚费了你 这场游戏谁是猎物 还真说不准 二叔又带许然参加应酬 许然都等着不耐烦了 脸都要笑将了 二叔你就饶了我吧 这些人我也不认识 二叔又教训了他一顿 就你知道累 在国外这些年天天混吃等死 许然撅起小嘴一脸委屈 我可乖了 我有好好学习 臭小子给我长点心 搞这场宴会 还不都是为了你 京城权贵都在这 你要搞好关系拉帮结派 知不知道 许然一脸无所谓 真麻烦我还是混吃等死吧 来了一位漂亮阿姨 怎么说都是海 许然也不要太苛刻 这位女士大有白头 她可是市长夫人 二叔漂亮阿姨 都说你对我太严格了 二叔揪起许然小脸蛋 真是不懂礼貌 什么阿姨 这位是市长夫人 许然呲牙咧子 惹得市长夫人乐呵呵 你们叔职关系可真好 许然表示痛口 二叔你怎么今天总说我 阿姨抚摸许然的脸颊 你还真有点像 说话只说一半 许然茫然你说的像谁 一个老朋友 他叫沈南风 夫人请慎言 二叔沈沈南风是谁 好像这次宴会都没有姓沈 你爸妈就是被这个沈南风害死 许然沉默了一下 许然抱紧二叔撒娇 二叔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听话 绝不会给你和爷爷惹麻烦 二叔你不要伤心 二叔一脸嫌弃 你本来就是天大的麻烦 那不也是你养大的 叔叔你真是个臭流氓 上厕所不洗手还想摸我 连人都以为 八合会会长找了个废物当起成人 就连爷爷也把他当成傻癌天 还特意为他安排了一个提升保镖 开会期间许然打起小差 无聊的会议也终于结束 身边被安排这么个保镖 也真是不方便 走到哪都像跟屁虫一样 甩都甩不掉 这让许然很吃苦恼 趁着保镖一个不注意 许然撒腿就跑 你跑他追蛋就是甩不掉 上个厕所也要跟着 许然无比头痛 搞得像安杀子只一样神经兮兮 好不容易甩掉保镖 又来了个叔叔 出门一定要看王力 突然走到哪都能遇到狗 叔叔不讲五肥一把抱住许然 好什么叔叔又不会吃了你 叔叔你真是个臭流氓 上厕所不洗手 小声点 你想让外面的人都知道吗 许然自知逃不掉 委屈到掉下了眼泪 叔叔虽然很灯淡 大家见不得小可爱 这次就先放过你 晚上下班不要急着回去 找你有点事 陈青月一个没抱过 许然趁机逃脱 哼 臭流氓还想亲我 没门 许然得意的撒腿就跑 小可爱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叔叔蔓延宠物 刚逃出叔叔的魔掌 许然心情大好 还没来得及得意 真巧啊 小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许然立马飞脸 好 今天真会气 下次出门一定要看王力 叔叔耍流氓不分场合 电梯内对少爷闲猪手 小然少爷出来乍当 在公司可还适应 许然假装淡定 挺好的 大家都很和善 叔叔紧低气候 是吗 那我刚刚话还没说完 你跑什么 许然尴尬 可能 我没听到 呵呵呵 叔叔贴近许然耳边 下班跟我去App Store 叔叔跟你说点事 许然假装无奈 也也不允许我去那种地方 叔叔看穿 在我愿意和你商量的时候 最好见好就收 叔叔送上香吻 晚点我在车库等你 许然大怒 真是臭流氓 陈清热带着许然来到酒吧 在陈清热打电话的空前 许然又被帅哥搭上了 我关注你很久了 有没有兴趣一起跳个舞 陈清热赶紧复住自家小白菜 不好意思 太有力了 许然抱紧陈清热 对着她的脖子嗅了嗅 叔叔你身上怎么有补丧味 酸溜溜的 陈清热不承认 小少爷 我看你是小多了 许然勾住陈清热的脖子 叔叔那是我闻错了事情味 醉了叔叔 许然这模样让陈清热有点招架不住 许然假装乖巧 继续唱歌 亲爷 现在这个气氛 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陈清热把吃不住直接送上香吻 不知吻了多久 小编也没看清 小少爷 你身上有种很特别的味道 什么味道 欲罢不能的陈清热继续她的行为 这是血腥味 狩猎者的味道 少爷 你知不知道野外狼群都是怎么确定伴侣的 说话的空闲直接对着许然的脖子咬了下去 陈清热舔尸了一下嘴唇上的血迹 现在你是我的了 本以为叔叔够疯批 但没想到的是 他遇到的是半珠吃老虎的许然 许然一把揪住陈清热的衣灵吻了下去 还咬破了她的嘴唇 感觉到疼疼的陈清热一把推开了许然 陈叔叔 我可不是你身边那些性格温顺 懂得取悦主人的小绵羊 你咬我我就咬死你 许然这股狠精是陈清热没见过的 他突然对许然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没等他多思考身体很诚实地抱住许然 你真可爱 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主动招惹的少爷如今就在他的床上 而他却胆怯了起来 叔叔越是这样就越能勾起许然的战友欲 见叔叔在洗澡许然就复一闯进浴室 还一脸无辜 叔叔今晚我可不可以睡在这里 许斌说他有点是没办法来接我 叔叔虽然很无奈 但也答应了他 你先出去吧 一会我让庸人打扫一下客房 许然接起小嘴 装出一副乖巧模样 叔叔能不能和你一起睡 我睡相很好不打呼噜 陈清热有种被撩到的感觉 假装阵定 知道了赶紧滚出去 得到叔叔的许可 许然无比得意 叔叔 你慢慢洗 我也洗白白 然后给你暖床哦 陈清热洗好澡回到卧室 许然已经睡得跟死猪一样 还时不时地把腿搭在陈清热的肚子上 这哪里是睡相不好 简直就是没有睡相 许然越来越过分 最后干脆抱住陈清热 还躺进他的怀里 嘴里还发出不可描述的声明 陈清热认为这都是许然在搞小动作 他愤怒的一把抓起熟睡的许然 大声呵斥他如果不想睡就滚出去 不要搞这些没用的小动作 说完陈清热又觉得有点过 无奈地松开了许然 被识破的许然又假装一副乖巧模样 他躺在陈清热的腿上 陈叔叔 你是不是经常带男人回家过夜 陈清热谈了一下许然的脑门 我看起来有那么渣吗 听陈清热这么一说 许然就像中了大奖一样 立马来了精神 满脸期待地看着陈清热 那我就是第一个睡叔叔床的人 我这么得寸进食叔叔都能忍 叔叔你是不是喜欢我 被许然这么一问 陈清热有种被看穿的感觉 起身就准备离开 然后一脸严肃 我不玩感情 你找错人了 说完就离开了房间关上了房门 陈清热的躲避也让许然有种过剩的感觉 然后玩味地回了句 真巧 我也是 12年前 许家一家独大 在八合会甚至聚成有着绝对的影响力 许正勤遭到仇家追杀 索性被20岁的陈清热所救 正好当时八合会七缺一 许正勤就把陈清热揽入了八合会 陈清热又一个人强大的能力 成为了八合会中唯一不是全市家族的理事成员 许然查看了陈清热所有的阅历 看来陈清热还是有点无奈 一个平民窟出身的矛头小子 发了十年成为八合会的二把手 确实很厉害 只不过他遇到的是许然 陈清热 就凭这些也想扳倒许家 你还真是天真 你不是觉得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吗 那我们就好好玩玩 看看最先失控的会是谁 一场猫舟老鼠的游戏也正式开始 只要陈清热去哪里许然都能找到 不管陈清热如何不耐烦 他都轻而易举地化解 陈叔叔 你今天看起来不太一样 是有什么心事吗 原来今天是陈清热母亲的忌日 许然立马抱住陈清热的胳膊 然后用真诚的眼神看见陈清热 现在你一定很伤心吧 突然被人这么关心 陈清热有些谎 他下意识地伸手去触碰许然 当碰到许然的脸颊时 他突然清醒地过来 立马嫌弃地推开了许然 没事不要蹭来蹭去 这时许然也向陈清热讲起来他的事情 我也没有妈妈 听别人说 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八岁就出了国 十二年来都是一个人 所以我待在亲人身边的时间并不多 就连爷爷和你相处的时间 都比我这个亲孙子的时间还长呢 陈清热安慰着许然 你还年轻 以后多的是机会 许然又漫不经心地说 我记得以前爷爷经常跟我提起你 亏你有本事 甚至还说你是我的榜样 不知从哪天开始 他提起你就不笑了 听许然这么说 陈清热的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这时两人都沉默了 许然也想学陈清热这个姿势 结果一个没站稳 差点从顶楼掉下去 陈清热眼几手快一把 抓住了他的衣领 然后将他紧紧搂在怀里 往下看就是万丈深渊 如果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许然调坦着陈清热 看来你也没有那么讨厌我 惊魂未定的陈清热却很熬 又教育起了许然 只不知道这样很危险 许然却觉得这都是叔叔的错 还不都是学他的 许然很好奇 叔叔为什么一定要当会者 玩那些勾心斗角多累啊 陈清热也很坦然 人除了金钱和权利 一辈子还能追求什么呢 许然故意将头靠在陈清热的肩膀上 叔叔缺的不是钱而是陪伴 然后俏皮的说 像我这样宁愿又可爱的老婆 叔叔要不要考虑一下 陈清热也很认真的说 感情是很麻烦的 像你这么笑 很多事情不懂也很正常 许然不依不饶 又逼近陈清热 听说叔叔三十好几个 还没和别人那个是真的吗 许然使劲浑身解数 只为拿下叔叔 叔叔对此却不为所动 叔叔越是这样 许然就越想去征服 叔叔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有人说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 是自我意识的逐渐丧失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不像你自己 是不是很浪漫 许然睁大眼睛看向叔叔 期待着叔叔的回忆 叔叔看了一眼许然 也只是回答了一句 是挺可怕的 对于陈清热来说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他见识过低层的阴暗 也见过巴赫会的光鲜亮丽 相比之下权力 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感情也只是雷之大 许然见叔叔不为所动 他又信誓旦旦的对叔叔说 我不觉得爱情可怕 假如我有了喜欢的人 哪怕非恶扑 我也愿意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我都要去争取 只有争取过我才不会觉得后悔 听完许然的话 陈清热意味深长的说 恋爱脑是最没有前途的 等你精力多了 就不会这么想了 许然一眼淡然 是啊 我就是恋爱脑 因为我从小就被家人处着长大了 我知道那种被偏爱和嫉弃的感觉 所以我愿意真诚的去爱一个人 陈清热表示很无奈 我的大少爷 这个世界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 许然试探性的瞄了一眼陈清热 那也没那么糟吧 说完他又将手伸向叔叔 虽然我们站在对立面 之前也不怎么愉快 但我很高兴认识 陈清热疑惑的看向许然 愣在那里半天没反应 许然见状赶紧拉住陈清热的手 沉默就当你认同了 两人又聊了许多 陈清热也像许然敞开的心扉 在聊天中得知 陈清热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小镇 因为母亲被抛弃 生下她就没有父亲 也因为是未婚先孕 所以饱受争议 直到她12岁那年 母亲再也忍受不住 抛弃她离开的这个世界 陈清热没有表情地讲述着她的故事 而许然就在一边认真的听着 她突然对眼前这个叔叔 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接着她又抱住了陈清热 叔叔 要是你觉得难过就扑出来吧 我有肩膀给你靠 不如其来的黏人少爷 让陈清热无法招架 他一把推开许然 吃八爪银骂 那么喜欢到 被推开的许然又黏上陈清热 我知道你没有爸妈疼 没有关系 我可以替他们疼疼你 我们是朋友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 今晚的许然特别黏人 忽然被这么个黏人包缠上 叔叔表示很无奈 这明明就是想趁机占她便宜的 陈清热说 其实她很早就见过许然 那时的她还在地下城谋生 许正清为了给你过生日 请了许多富商名流 那时候的你也就六七岁的样子 小小一团被人拥固着 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小王子 后来许正清遭遇刺杀 他为了保护你 才把你送到国外 你离开不久 我就进了八合会 所以你回国的那天 其实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 陈清热用调侃的眼神看向许然 许然也睁大眼睛看向陈清热 突然画风有些不太一样 也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 还是其他原因 许然一头栽在了陈清热的怀里 陈清热将不知是真醉 还是假醉的许然抱进了车里 她觉得许然就是个小孩 对她也没有任何防备心理 如果今天不适合她在一起 就凭她这细皮嫩肉的无量 那还不得被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她只希望许家的人能好好看着顶她 将许然放好之后准备离开时 许然却一把拉住了她的胳膊 然后抱在了怀里 头也靠在陈清热的肩膀上 嘴里带着哭腔的撒娇 别走不要丢下我 我头好疼 陈清热摸了摸许然的额头 会不会是因为刚才在天台上吹风太久着凉了 没等想明白的她 手就被许然紧紧拉住贴在她的脸上 然后睁大双眼无辜地看着陈清热 可能是喝酒的缘故 许然的脸色有些微红 叔叔你亲我一下可能就不疼了 陈清热挑了挑眉 发觉有种被这小子戏耍的感觉 紧接着许然又扯住她的领带将她拉向自己 陈清热也不再假装绅士 直接对着许然的脖子扛了起来 许然也不失落 试图将手向陈清热的衣服里伸去 还不安分地在她的身上来回游走 陈清热一把抓住许然的手臂阻止了她的行为 不要闹了 如果再倒下去老子不保证会对你做点什么 许然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此时的她活像一只小蚕猫 叔叔 那就不要忍了 陈清热本身就不是什么君子 被许然这么挑拨她也不再克制 一把将许然压在身下 这可是你自找的 既然你这么想要 保镖徐斌向他们走不过来 如果不是她的出现 可能今天就拿下了许然 陈清热皱起眉头满脸皮 徐斌面无表情地走向陈清热 亲热 很抱歉打扰了你的眼性 徐斌走向车门将其打开 看向许然 会长吩咐过 午夜十二点之前小然少爷必须安全回家 这话看似说给少爷听 实际是警告陈清热 陈清热非常不爽 他挡在了徐斌的前面 语气很不友好 我如果不给又怎样 徐斌依然面无表情 小然少爷单纯善良 对您没有任何威胁 亲热您不该把歪心思动到她的身上 两人对视僵持了一会 谁也没说话 最后还是陈清热妥协了 她转过身向徐斌丢下一句 带着她赶紧步 此时的她好像也有些清醒过来 许然就是一个小孩 怎么今天就犯起了糊涂 徐斌把徐然从车里抱出来 又向陈清热礼貌地点了点头 示意她带着徐然准备离开 走势陈清热还是给她留下了几句忠告 徐斌 既然你选择站在许家那边 他日落实成了丧家之举 可别后悔跟错了主子 徐斌很认真的表示 他的主子只有一个 保护好少爷就是他的任务 被带走后的徐然也卸下伪装 他觉得今天没拿下陈清热非常可惜 差一点就到手了 此时的她是很不甘心的 在回家的路上 她还是很好奇陈清热的感情 忍不住地向徐斌打听了起来 徐斌已经巴合会多久 陈清热以前有没有交往过什么对象 徐斌也是如是回答 我来巴合会六年了 还没听说过清热和谁传过绯闻 像清热那样的性格 应该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 对感情方面极为克制 许然撅起小嘴 虽有失落但还是强力掩饰 也对 他心里只有事业 随后又违心笑了起 不过我就是喜欢他这一点 满眼都是欲望的男人多棒啊 徐斌好心地劝阻许然 少爷你太单纯了 清热不适合你 你应该找个一心一意对你好的 徐斌有种帮打鸳鸯的感觉 这让许然多少有些不高兴 别的我才不稀罕 我就要陈清热那种难倒的男人 越是难倒征服起来就越有意思 真不知道许然是因为好胜心的趋势 还是真的上了心 一次没得逞那就想办法制造机会 为了拿下叔叔 许然每天都来蹲点陈清热 叔叔 一会一起去吃饭吧 陈清热表示他最近很忙 少爷近期还是不要再过来 说完此话 陈清热就转身离开了 自从上次那晚的碰子 陈清热就有意无意地躲着许然 其实许然也明白 但就是不死心 他认为这就是陈清热玩的欲擒故纵 陈清热更是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虽然许然很是吸引他的注意力 但那绝不是影响他计划的半久时 晚上酒吧 陈清热和霍英一起在沙发上有个小酒 霍英指着对面满脸问好 大哥 你跟他究竟怎么回事 这小孩都跟咱们好几天了 果不其然他说的是许然 霍英又接着好奇 大哥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被说中的陈清热一脸迷运 直接让霍英滚人底 霍英拾去的立马起身准备离开 真不行 那我去勾搭 你可别后悟 说完转身走向许然 陈清热一脸不爽的看着两人 没想到两人聊得还挺开心 不一会霍英就失落的走了回来 陈清热淡定的问他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霍英本想邀请许然去跳支舞 结果许然笑得很甜回了去 走开我不跟狗腿走安 霍英忍不住的大笑了起 许少爷还说 让我旁边那条老不死的狗过去 听完这话陈清热强忍着怒 霍英没有眼力尽地继续大笑 乐死我了 大哥他居然叫你老不死了 陈清热忍无可忍了 他让霍英现在立刻马上去找几个陪姐子过来 霍英立马停止了笑容 一脸猛逼地看向陈清热 你平时不是不喜欢这种吗 结果下一秒陈清热就左勇右胖 这一幕看得许然怒火中烧 差点没憋出内伤 还是你会玩那陈清热 不过他也不是吃素的 立马给我来一打帅哥 我要年轻的精力旺盛 不一会许然就被一群肌肉猛男围了紧 见到花花世界的许然 也是两眼放弃的光芒 面对这些花朵面叫一个名 直接对花朵拾起了咸猪手 这时有个花朵凑近了许然 少爷是第一次来吧 以前我都没见过您 许然也凑近花朵的耳边 如果你表现得好 以后小爷就是你的常客 这一幕都被对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 陈清热没击倒是把火音给急得不轻 直接嚷嚷了姐子 那家伙是不是喝醉了 你要不要去管管 陈清热假装淡定拿起酒杯极力掩饰 她自己想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话音刚落就看到许然已被花朵高高举起 这是要打算离开的意思 霍英再也不淡定了 大哥你再不管管 怕是真要出事 陈清热也按耐不住 走向许然愤怒地拉住许然的胳膊 闹够了没有 许然也耍起了脾气 一把抽回手臂 凭什么你可以找男人就不许我找乐子 陈清热也不再给许然好脸色 一把揪住她的衣脸 你还想不想做会长之位 就不怕你这个样子被传出去 许然一脸不屑冷笑道 我才无所谓 反正到头来都是我 她凑近陈清热的耳边 倒是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这话彻底激怒了陈清热 她不再和许然废话 直接扛起她就往门外走去 许然一边挣扎一边大呼 放开我 你不是喜欢躲着我吗 现在假惺惺跑出来做什么 陈清热将她带到一个包间里 许然不依不饶郎不饶 你就知道欺负 剧成那么多年轻力壮富家子弟供我挑 才不稀罕你这个老奶 这让一旁的陈清热无比的烦躁 她强忍着怒 随后递给许然一张纸巾 好了别哭了 这时许然才安静下来 看着陈清热一直盯着手机都没正眼看她 她直接抱住陈清热的胳膊就往脸上擦了起 陈清热立马暴躁如雷 脏死了 许然看向陈清热 认真的问 你还要回去找那几个男人吗 陈清热有些心虚地躲着许然的眼神 没有 那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许然将陈清热的脸掰向自己 随后又骑在陈清热的腿上 你果然是个玩弄别人感情的败类 对我你也这样吗 陈清热握住许然的手 试图阻止她接下来的动作 少爷你想多了 我们是对手买来的感情 许然不依不饶 她靠近陈清热 可我不想跟你做敌人 我们不能当好朋友吗 陈清热将头撇向一边 不敢指示许然 最近公司有人传我跟你有一点 咱俩还是先避嫌罢 听完陈清热的话 许然委屈地掉下了眼泪 都吃过饭还约会过 怎么不算有意义 敢做就不敢承认吗 陈清热最看不得许然这副模样 她还是新冷 横起许然的脑袋 对着她的红唇吻下去 嘴上还在道歉对不起 就在快要失控的时候 许然问陈清热 如果我将来没有利用价值 你是不是会杀了我 陈清热继续着她的动作 没有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你的命 许然拖住陈清热的脑袋 看向自己 那你要不要和我谈一场 风风烈烈的恋爱 见陈清热在犹豫没有回答 许然又开始离花带雨一脸认真 陈清热 如果你只是因为一时兴起 和我玩玩 不如就到此为止 对你来说 我只是逢场作戏的角色对不对 许然的话 让陈清热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因为她自己也不明白 现在的局势 该怎么定义他们的关系 她没办法给出一个正确答案 见她还是没有说话 许然无比失落地低下头 其实我也明白 像你这种野心勃勃的人 永远不会真心爱上谁 是我太天真 才以为你的一次次靠近 是对我有感觉 随后她又笑了笑 谢谢你这段时间陪我 下次我不会再去给你添麻烦了 许然的这招欲情故纵 真是把陈清热拿捏得死死 陈清热差点都以为自己是渣满 她想为自己便捷 可又不知怎么开口 她想伸手去抚摸许然 却被许然避开了 叔叔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求你 随后霍英就看到一个黑脸 从她面前路过 霍英不明白刚才里面发生了什么 大哥你怎么了 脸色怎么这么差 外面的动静也都被许然听到 大家不要忘了许然是半猪吃老虎 就怕最后叔叔才是那个被想的羔羊 少爷真是把叔叔给拿捏得死死 还挽起了欲情故纵 自从上次两人的不欢而散 许然就没再给叔叔好脸色 还假装不认识 这也让叔叔开始有了危机感 开会期间一直观察着许然 别看许然一副不在乎的模样 实际她满脑子都是陈清热 就连开会都在一心一意地画着叔叔 陈清热什么时候出现在她身后都不知道 被发现出小差的许然立马捂住了话 闭脸凶巴巴 你真讨厌 不是嫌别人知道我跟你有一种话 还凑过来干嘛 看着乍毛的小少爷 陈清热更是来劲 她俯身看向许然 我想靠近谁我说了算 就算你说我玩弄感情也好 你是我的筹码 无论如何都别想逃离我 走时还叮嘱许然 近段时间别乱跑 好好待在许家哪也不要去 许然看着陈清热的背影 小声鼻鼓 我就看你们口是心非多久 然后看向刚才的话 好像有了她的机会 并不想搭理 只是冷冷的看着手机 许然半天不接电话 陈清热也猜到了 许然这就是故意躲着她 她虽有恼怒 但最多的还是关心 电话接通 陈清热也松了口气 你去哪了 听许家的人说 你没回家 许然也只是很不耐烦的回答 工作太累 去找点乐子 听说地下城很热闹 打算去看看 电话那头立马不高兴了 我不是让你这几天 好好待在许家吗 许然冷笑道 地下城就是许家的 怎么不算回家 陈清热还是不放心 那地方最近不太平 徐斌在不在你身边 许然立马嘲讽道 陈叔叔 你这么关心我 不应该吧 如果我出了意外 对你来说可是好事呢 许然的话让陈清热非常不悦 她压制着怒 没有你 许正勤也会找别的人当傀儡 我只是不想换人 而打乱我的计划 许然更不耐烦 直接挂断了电话丢到了一边 那你还废话什么 八合会基本都是陈清热的人 许然要想和她抗衡 只能拉拢剧城首富陆家了 陈霄英右腿残疾已经自闭多年 外界根本接触不了 现在只能从地下城这边逃到 能接近她的东西 陆家二少陆瑶是个私生子 为人风流绯闻不断 喜欢打扮成她哥哥的样子 出入各种风月场所 说不定也能在这里遇到她 许然刚到地下城准备进去 就被门外的保镖拦下 先生 请出示通行证 许然立马装出一副乖巧模样 我没有通行证怎么办 可不可以放我进去 保镖向她摆摆手 不行 这是地下城定下的规矩 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得放行 见这招不灵 许然指着自己 那你是不知道我是谁 敢在这里拦我 听许然这么问 保镖开始上下打量着她 长得这么好看 难道是哪个富家子弟的小情人 过了两久 保镖还是没看出来 许然满脸不爽 这时向他们走来了一个人 这是我的朋友 当他进去了 许然回头叫了生理叔叔 保镖更是态度十八个大转弯 弯下腰攻攻进进 李先生请进 许然就这么被李柏文带进了地下城 许然挽着李柏文的胳膊 一副乖巧模样 李叔叔 您经常来这里吗 听说这里的青银堂美人可多了 您给我领个路呗 但没想到的是李柏文对着许然就是一棒子 许然立马求饶 为什么要打我 李柏文恼怒的指着许子 谁让你来这种地方呢 你妈妈要是还在的话不得被你气死 把许然带地下城的途中 他又叮嘱了许然几句 待会我要参加拍卖会 你小子最好别乱跑 敢乱跑我就打断你的嘴 许然嘟起小嘴乖乖答应 他有些好奇 为什么这人跟二叔一样都喜欢管他 拍卖会上许然无聊的差点睡着 嘴里还在嚷嚷 真不知道这种活动有什么意义 李柏文嫌弃地看着许然子 每隔一段时间 地下城都会运送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 多少人巴巴等着逃到的宝贝 你小子真是不识货 许然一脸无所谓 我想要的东西爷爷都会给我找 才不需要在这种地方逃呢 这话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气得李柏文一时雨色 就在此时传来了一句 接下来是本场拍卖会最后一件净体 起标价2000万 这个价格同时吸引了李柏文和许然的好奇 他们同时向拍品看去 但没想到的是这并不是一件物品 而是一个四肢都被锁链牢牢啃在透明玻璃灌给长发 他正用一双无辜的眼神看向两人 球龙里的男人从最初的2000万拍卖价 一直叫到了3000万 看来想买他的人并不在手 许然觉得这些人真是太无聊了 李柏文表示富人圈都是这样 闲来没事就会买个宠物盖回去 对于他们来说 金钱的唯一用途就是取悦自己 有些东西一旦出现在这种地步 他的定义就全变 球龙里的男人好像受到惊吓一般 害怕地看向台下的群众 李柏文试探着许然 像这种招人稀罕的小孩 你也可以试着仰来玩玩 许然满不在乎地摇了摇头 我可不太想要这种游落的阿猫阿猫 随后又冷冷地说 我想要的是会吃人的脑 拍卖会结束许然就离开 但没想到李柏文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甩都甩不开 因为他此次行动主要的目标是陆家两位少女 他假装回家还专门给李柏文打个声招呼 叔叔 时间不早 爷爷喊我回去吃晚饭了 李柏文立马拉住了雪人 急什么 前面有间台球室 跟我说说你来这里的目的 晚饭我请 经过了解 李柏文非常好奇许然为什么对陆家大少爷感兴趣 许然认真的打着台球 听说他是个混血大帅哥 我当然有兴趣 只可惜他是个残废 李柏文说出了他的看法 残废又怒 他本身就天资聪明 不靠双腿他在剧城照样出色 我看陆家老头将来还是会把财产留给他 只不过腿伤后他不设交了 你要想泡他 那可得花点工夫 来之前许然是打听过这样兄弟的 陆霄腿伤后变得很惯 性格敏感多余 现在想要靠近他 而陆瑶又是个只会耍表面功夫的鬼 根本没有利用价值 这样许然也很没有头绪 李柏文问许然对画展有没有兴趣 许然一脸 李柏文接着说 24号会展中心有个画展 这是陆霄唯一会出现的活动 许然立马来了兴趣 此时的他脑子里已经有了笑话 我对画展可太有兴趣了 此时陆家别墅里 陆霄因画不出他想要的东西 大发雷霆 垃圾都是垃圾 他揉着脑袋不断地问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我画不出来 就在这时陆瑶出现在了门外 陆霄立马整理好状态 表情严肃 有事吗 陆瑶向房内走不过来 有件急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没等陆瑶说完 陆霄就来了 距离 出去 这里是我的地方 你就站在门口说吧 陆瑶只好推到门口 他握紧拳头 表情暂停 城南区的项目 因建筑材料出了问题 导致工程没法进展 现在其他材料又做得起价 已经严重超出原本的资金预算 陆霄随口说了个八合会 陆瑶好像没明白他的意思 随后陆霄又向他交代 去找八合会的许函川 他手上有很多货物买赖 和材料供应商的信息 只要给出的条件成 短期内购买一批新的材料 不算什么难事 他急了 他开始坐不住 自家小白兔居然躲着 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分开时还千叮零万嘴 让他不要出去乱跑 如果不是眼线告识 今晚许然一直跟李博文在一起 一直到现在才离开地下城 他都以为许然真就这么乖想听话 得知消息的陈清略立马和淡定 他立即拨打了许然的电话 他现在就想找到许然弄得清楚 结果一直没人接 他更是坐不住了 今晚无论如何他都要见到许然 于是他放下手头上的事 开着车就往家里走去 这边许然和李博文也准备走 他们坐在了同一辆车上 回去的途中 许然害怕今晚他来地下城的事情拜托 他立马装出一副乖巧无量 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李博文 你叔叔 回去后你可别告诉我二叔我来过地下城 不然我得来走 李博文准备地看着许然 与其又有些调侃 终于知道那里你不该去 我倒希望许晗穿能多广观 许然不高兴 嘴里嘀咕 你们大人怎么都一样了 没记 李博文就在一旁哈哈哈哈大笑 这时许然的手机铃声开始响得不停 许然拿出手机 只是看了一眼 表情立马变得不自然了 他睁大眼睛愣在了那 李博文看出了他的眼 扭过头问他怎么 许然故作镇定 立起眼睛摆出微笑的表情 结结巴巴巴 没 没什么 但手里的手机依然响得不停 他又仔细看了一下短信内容 原来是陈庆月发来的短信 半个小时之内来到五杂 不然许少爷就等着全程的广告 下面还附与了一张 之前威胁他实拍的照片 看来今晚是赶紧掉陈庆月这个温室 他淡定地看向窗外 他要想着一会该死 和李博文解释 过了一遍 他笑着对李博文说 李叔叔 我突然有点急事 麻烦你送我去个地方 李博文没再多问什么 直接答应了许然 所以半个小时之后 许然就被送到了他指定的地位 李博文知道这是哪里 他随口说了一句 大晚上的许然来这里做什么 司机接住了卧场 最近八合会的人都在传 许少爷和陈庆月在谈恋爱 李博文立马表示不可 陈庆月基于会场的位置 他们只能是竞争关系 司机接着又说 保不准陈庆月见走天风 想借许少爷之手 指八合会 许少爷年纪性 论手段和成俗 并顶顶过身经百战了陈庆月 李博文看过不说透 谁吃谁还不一定 阿易离开许然就打开了房门 陈叔叔无情 还没等许然反过来 陈庆月一把将许然拽进了一间 然后又将他壁咚在墙上 陈庆月像是恶狼一般 差点将他吞噬 反应过来的许然努力挣扎 他让陈庆月先听一下 他还没有准备好 陈庆月根本听不进去 此时的他就像是一头野兽 只想发泄他那部门的欲望 随后又将许然的外包装 全都包了下 手也不受控制的身相不知处 许然立马意识到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他用力地将陈庆月推开 这回他是真的怒了 他呵斥着陈庆月 这么晚叫我过来 就是为了干这档子事 你有病吗 陈庆月抹了抹嘴酒 邪魅地看着眼前的猎物 你迟到了六分钟 这只是对你惩罚 有谁见过大半夜 被叫过来啥也不干 还被扔出来的 醋意大发的陈庆月半夜 将许然叫我 一见到许然 就将他逼到墙上 使劲揉眠了一番 他的举动直接激怒了许然 你是不是有病 大晚上叫我过来 就是为了干这档子事 被训斥的陈庆月脸上 也是挂不住 他冷冷地撇了一眼许 过来 我有正式跟你谈 陈庆月打开电脑 许然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文件 那是王李市长的 两份银行转账文件 有几笔大额资金 都是从同一家外地银行转进 最早的时间是一年以前 许然怀疑是王李市 泄露了那批货的信息 陈庆月也觉得 那些资金是从 沈氏国际银行转出 那家银行的法人是沈南风 而他老婆是S氏的执行部长 许然对此心里也有了消息 如果王李市是内鬼 正好借此将他踢出嘴 然后再找机会 拉拢一个自己的人入围 一时想的太入神 陈庆月靠近他都不知道 陈庆月俯下身贴着许然 怎么 哈 回过神的许然 立马装出一副害怕模样 那我该怎么办 要去爷爷面前揭发这个王李市吗 陈庆月揉了揉许然的脑袋 安抚着他 不用 说不定内鬼不止他一个 我们先动手 只会让他人苟迹跳墙 许然一脸担心 你和他们不是伙伴吗 这样告诉我真的好 陈庆月俯视着许然 我不需要伙伴 那些人只是利用价值的棋子而已 他又揉了揉许然的脑袋 而你不一样 说着话的同时 指腹也停留在了许然的薄唇上 看着看着就入了门 他扶着许然的下巴贴近自己 正当他想做下一步动作时 门外的敲门声却响了起 陈庆月吓得立马将许然塞进了书桌下 门外的人很急促 亲爷 刚刚有人送了一封信过来 进来的正是刚送许然过来的那位阿姨 当他看到屋里只有陈庆月一人时 他还是好奇得多了距离 许少爷不在了 陈庆月假装带领 他去洗澡 桌子下的许然貌似对这封信也很感兴趣 阿姨将信送到了陈庆月的手里 送信的人放在门口就跑 上面没有任何信息 陈庆月接过信封 他让阿姨先回屋里休息 阿姨好像没有回去的打算 他好像还有话要说 他开始八卦了情绪 上次您喝酒是许少爷帮您送回来 那孩子长得俊性格又好 不知他有没有对象 阿姨的话让两人立马竖起了二位 不知道阿姨为什么这么厉害 陈庆月立即回复了阿姨 他年纪小 玩心重 暂时不着急找对象 听到这话的许然气不复 凭什么替他回复 阿姨一副刨根问题的架势 他喜欢男的还是女的 他打算什么时候谈恋爱 能接受对方打他几次 接二连三的问题 让陈庆月一时无法着急 张宁 许会长就那么个宝贝孙子 指不定将来要和哪个豪门公子小姐 拥拥的 您就别操心了 桌子下的许然玩 弄着陈庆月的事 岛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远去的笑 桌子上面他们说他们 桌子下面许然就玩他小龙大 陈庆月立马接到信号 由于阿姨还在 她只能强忍着痛 尽量控制好面目感情 阿姨真是操碎了心 原来到半天 她是想给陈庆月说情 平时宁不来独往 身边男人都没挤 再这么拖下去 我怎么放得下心 我看许少爷就不错 人又乖 你们平时又在同一个公司上班 你争取一下 桌子下的许然 好像还是没有停手的意思 越是有阿姨在 许然就越过分 再这么下去 陈庆月真的要失控 她立马站起身来 直接对阿姨下了逐克令 我知道了 阿姨你先回去休息 阿姨也很无奈 临走前还嘟饶 你这孩子就是不听劝 记得早点休息 阿姨走后 陈庆月看着桌子下的许然 臭小子 下次再敢乱你 当心我给你压倒了 许然一副没完够的嘴脸 从桌子下面爬了出 她跪在陈庆月的面前 抱着陈庆月的大脸 一副乖巧的 为什么呀 要不我换种方式好了 她用挑衅的眼神 看向陈庆月 期待着她的回答 谁知陈庆月并不吃她这套 转过身丢给许然一句 不知连耻不出去 这回许然真的怒 你这男人怎么这样 一点都不失去 然后踢着裤子被扔了出来 不喜欢我下次就别喊我过来 臭男人 上一秒还跪在叔叔的面前 微微懦懦 下一秒就拿着棍棒整治他人 离开叔叔后 完全就是两幅面膏 许然做事从来都不会手软 更不会浪费 任何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机会 她不会像陈庆月那样优柔广乱 在得知王李市长 很有可能是内部 她立马做出了行动 不出半人 一位中年男子 就被五花大绑满身伤痕的 出现在了许然的面前 遇到这种场域 男人也是吓破了 许然更是不会手软 这可是许然最拿手的游戏环节 她拿着木棒蹲在男人的面前 王李市长给了你什么好处 居然能嘴硬到现在 如果是为了钱 我可以给你十倍 男人吓得连忙摇了摇头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许然阴阳怪气 看来还是在嘴硬你 那就是没得谈了 她不紧不慢地 接着手下递过来的刀刃 随后她又把刀 拿在手里把玩了起 我们现在就来玩点刺激的游戏 发音刚落 许然挥气手里的刀刃 准备向下驶去 但是她的脸上 却露出了微笑的表情 眼看着刀子即将落下 男人吓得面目争议 慌张地说了句 我说我说 此时刀子也正好落在了她的眼前 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许然收回了刀 调侃着真是不惊玩 男人也终于松了口气 她向许然交代了全部 那两批货确实是我举报的 我妈得了绝症是晚期 治疗需要很多钱 王则说只要我帮她做事 她就帮我找最好的医生 治我妈 这是我承认了 我可以死 但求求您救救我妈 她不能没人照顾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许然不由地想起了 爷爷对她说过 这世上的人分三六九等 低级的人群就像草食动物 对猎物怜悯 无疑就是对猎食者的污辱 男人对着许然连刻几个小 她只想许然能放过她的家人 看着低声下气的男人 许然犹豫 虽然她从小在 爷爷和二叔的照料下长大 她从不怀疑他们说的话 但今天看到这个男人 为了母亲能做到这个地步 她还是新人 虽然她可以放过她的母亲 但做措施是需要受到惩罚 她一脚踹在了男人的胸前 她给了男人一个机会 走时许然丢下几句忠告 后天许氏集团有个会议 巴河会几位领事都在 你如果想活的话 就应该知道要怎么做 你母亲那边 我会把她送到剧城 最好的医院疗养 等她康复 你们就立即离她 这里已经容不下你 许然的做法 也让男人感动得痛哭流涕 她哽咽着 谢谢 谢谢少爷 手下不明白许然的做法 她忍不住就多了句子 少爷 就这么轻易放过她 会长的意思是要斩草出根 许然立马冷下你 我做事 不需要你教 提到母亲 许然是很好奇的 她不明白母亲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走出房间 许然也是一副 心事重重的样子 她漫不经心地看着手机 眼前什么时候 多辆汽车都不知道 只听到几声喇喇叫 这时她也回过神来 原来是徐斌来接徐斌 车内 徐斌看着后视镜 她还是忍不住问了徐斌 少爷 你怎么会来这么偏僻的地方 许然又变回了那个玩世不恭的少爷 他打着哈欠 随口编了个理由 散步 徐斌看着后视镜又接着问 最近公司在传少爷和亲爷的关系 是有什么误会吗 许然调侃了起 怎么你也好奇 徐斌依然面无表情 如果是亲爷通过什么手段威胁你的话 我们可以处理 徐然连连打着哈欠 一副困得不行的模样 是我对陈清月死缠烂的 他没同意 可能是我做的还不够好 听到这话的徐斌 表情立马沉了下来 他没有再说什么 过了一会 他通过后视镜观察到 徐然已经安静地睡着 阳光照在她的身上 他是那么的耀眼 徐斌忍不住多看了两个 然后说了句 少爷 很好 陈清月打开了那个信封 他将信拿在手里仔细地看了看 有点意思 看来是要拉拢我的 陈清月的脸色变得越发明重 这是要我把徐家往死里按了 看来他要先想个办法 把徐然这段关系处理一下才行